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Shield队 我们的作品是《贫扫反黑飞监测雷达》 我将从以下四个方面介绍我们的作品 随着无人机技术的快速发展 无人机已经被应用在多个领域 如农业、物流、大型灯光表演、还有航拍等 越来越多的人接触到无人机 越来越多的人购买无人机 就暴露出了一些隐患 近几年出现了多起无人机黑飞干扰机场正常秩序的事件 由于无人机体积小、速度快、不易被发现 即使被发现了也很难快速反击 于是急需一款覆盖范围广、精度高的无人机监测设备 而雷达具有不受天气、光线影响 可以全天候、全天时工作的优点 成为了监测无人机的不二之选 这是我们的作品 我们的作品是基于贫扫天线的无人机监测雷达 我们的方位探测范围可以覆盖到90度 浮样探测范围22度 探测距离100到800米 我们的作品大小只有44厘米乘40厘米 10厘米厚 可放在行李包内携带 也方便架设在三脚架或车上 我们的作品分为硬件系统和配套商位机软件两个部分 硬件系统由两部分组成 分别是平扫天线和处理系统 处理系统由射频模块、信号处理模块和电源模块组成 信号处理后的数据通过千兆以太网传输给商位机 这是商位机配套软件 大的框是显示界面 加载谷歌地图 黑色的雷达标志表示雷达所在方位 红色区域表示雷达监测范围 每一个红色的小气球都是目标 黑色的线表示目标轨迹 左上角的工具栏是系统启动控制 控制系统各个模块的开关 左下角是目标列表 在这里列出了显示界面内所有目标的具体信息 接下来介绍我们的作品原理 我们的雷达是脉冲体制 分为发射期和接收期 在发射期发送相位编码信号 调制在载波上 如果有目标 接收期就会有形式相同的目标回波 对回波信号用相位编码信号进行脉冲压缩 即匹配滤波 也就是用相位编码信号与回波信号做相关 如果有目标就可以匹配出峰 有峰的位置可以解算出目标的距离 一个脉冲重复周期内 可以解算出目标的距离信息 多个脉冲重复周期积累 再做二维FFT 就可以得到目标的速度信息 也可以分开出多个目标 我们的波数水平方向覆盖90度范围 共分41个波位 间隔2.25度 每个波位都按上述信号处理流程处理 抚养方向波数角22度 固定覆盖22度范围 41个波位扫描一遍 作为一个探测周期 一个探测周期可以得到目标的点击 多个探测周期可得到目标的轨迹 也就是无人机的航迹 下面介绍我们的创新点 创新点一是我们使用了频扫天线 市面上很多做无人机监测雷达的团队 用的都是阵列天线 极少有用频扫天线的 由于阵列天线结构复杂 信号通道多 与阵列天线相比 频扫天线具有窥垫简单 收发一体 只有一个信号通路 后端信号处理压力小 于是硬件成本及复杂程度 也大大降低了优点 简单来说 频扫天线可以用更简单的结构 更低的成本 达到与阵列天线相同的性能 用频扫天线做频率扫描 有一个难点 是单个频率员切换频率 反应周期长 切换间隔不稳定 为此 我们采用两个频率员交替工作的方式 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在第一个波位 频率员一正常工作 产生第一个波位的频率 此时 频率员二配置波位二所需的频率 当要切换到第二个波位时 直接切换到频率员二 此时 频率员二的频率 已经改为波位二的频率 此时 频率员一配置波位三所需频率 依次这样工作下去 这样做的好处是 大大缩短切换间隔 以及切换时的亚纹态 也解决了单个频率员切换频率 反应周期长的问题 由于我们的方位波数宽度是三度 而扫描间隔是2.25度 也就是两个波位间的波数有重叠 于是一个目标可能会出现在两到三个波数内 就会出现多个点 于是就需要一种算法 识别出同一目标的所有点 并得到真正的目标信息 我们使用的是DB scan算法 其实就是以一定的规则设定一个半径 以任意点为圆心 用对应半径画圆 找到这个圆内的所有的点 即认为是同一目标的点 找到目标的所有点后 求重心即可得到目标的距离 方位速度信息 这些信息结合卡尔曼滤波 就可以得到目标的航计 下面是我们的作品演示 这是我们实际的测试场景 测试使用的是大江精灵寺无人机 在楼顶进行测试 这是无人机的实测航计 右下角是无人机手机控制界面 可以看到无人机的运行轨迹 速度以及距离 红色监控区域内的是 雷达探测到的无人机航计 左侧的目标列表中 用红色箭头标示出了 右图中画出航计的目标的具体信息 可以看到目标当前的距离 且能与无人机控制界面相对应 画面相对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现在有点统筹 在这里看 看什么 看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